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向各位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做事情一定是讲究天时地利和人和 那么在2007年这样一个年头的话 按照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讲法是所谓48年一遇的金珠之年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年头 那么地利呢也不用讲我们大家呢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度加拿大最美丽的城市多伦多 那么一起呢来关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春节 所以我们这边由湖南同乡会 在除夕夜将为大家推出一场相聚相音相情的文艺晚会 凝聚相音相情凝聚我们华人的人气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在发布会开始之前呢先向大家介绍一下道场的嘉宾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个湖南同乡会的韩庚会长 那么还有我们这台晚会的头背班子 总作化还是我们韩庚会长 那么主要的编导呢有谢经香女士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见到这么多新闻界媒体的朋友 因为我在多伦多社区也走了几年 像这么隆重的这么盛大的这样一次新闻发布会 也是不多见的 这是呢大家呢对华人社区的活动一种支持 那么我认为呢更是对我们湖南同乡会的支持 所以在这呢我真诚的感谢大家 也欢迎大家的光临 那作为这台晚会的总策划呢 我就稍微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举办这台晚会的动机 这台晚会的主题 以及我们非常简要的介绍一下这台晚会的一些总体的构架 那首先谈一下这个动机 那就为什么我们会举办这台晚会 那湖南同乡会呢在多伦多这个社区几年前成立 成立以来呢每年都会举办不同形式的莲花活动 就利用元旦和春节期间 那么这几年做下来以后呢 我们实际上自己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品牌 叫做相聚相应相情 当时觉得这个品牌是很好 这个题材也是很好 那么这做下来以后呢 这个节目呢慢慢也慢慢也收到 那个同胞们的欢迎 特别是因为我们是湖南同乡会嘛 主要是湖南老乡的欢迎 然后参加的这个观众的人数呢也越来越多 你像去年我们是联合了这个 彭良健 跟国人党的领导的多伦多的湖南大学校友会 一块举办的 那么很多观众呢 实际上是从开始一直站到街舞 他当时呢就像我们这些晚会的这些 这些承办人员或者主办方呢心得感到非常的过敏 人家有时开车开一个多小时过来 这也就让我们这些 把晚会的意识到呢 既然我们的节目这么受欢迎 那么我们已有的 对这个晚会的这样的一个构思 对这个规模的预计 都已经有化事业了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 在晚会的这个形式上 规模上 构架上都应该有所创新和突破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走了出来 就在多伦多这个限远条件下呢 寻求一个跟我们的规模相适应的 多伦主地像龙的这样一个巨城堂 那么经过多方的比较以后呢 最后选定了大多伦多文化中心的 这个新洛城的格格昭基院 那么这台晚会呢 这个规模呢 这个size呢 我觉得都比较适合我们 做一个混沌同乡会 可是呢 这一走出来呢 是始料不及啊 也就是实际上就拖出了 主要面向 像湖南老乡这样一个汉城 变成了实际上变相是多伦多的 整个华人社区 那么这台晚会呢 也得到了这个多伦多总领馆 和华联总会的支持 最后呢 也就变成了一个多伦多 这个春节华人 这个庆祝春节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就像春节微晚会一样 变成了一部分 也变成这个娱乐大餐中间的 一道可善 说句大一点的话呢 因为我们的晚会举办的时间比较晚 在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说已经变成了 压轴系之一了 那这样一来呢 对我们这个晚会的主观方呢 确确实实感到有点压力 这一部分 也正是有压力呢 所以我们才感到 我们既然是有责任的 这个这台晚会 也是感到就是荣誉 所以我们这个晚会的 这个组织班子呢 就有信心的 办好这张晚会 唱好这台戏 这就是我们 这个为什么是 我们来办这个晚会 这个组织班 那么晚会的这个 那点定了 晚会的要办晚会的决心下了 那时候肯定的 我们首先得为晚会呢 准备一个主题 那么这个主题 既然是 我是清楚春节的活动 就应该跟春节 很好的结合起来 那春节有什么特点呢 我想呢 就这么几个字 传统的回家 过年团联 收水 大家都知道 在国内的话 每年春节期间 应该有一个特有的现象 就是春运 这春运期间 几亿个人 上好几亿的人次 那么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 四面八方 赶到自己家乡 干什么 就是在年前 赶到家里 其实是团聚 赶到大连 三十的时候 守在一起 几代 然后相聚在一起 共享贪乱之乐 共同守岁 共同团联 共同规划下一年 所以我们这个晚会 就围着这个东西 准照我们的主题 最后发现我们原来使用的主题 相对相应相情 非常我们的这样的主题 你想我们这些 北京民也罢 海外华人也罢 你可以说我们漂泊海 也不是说地区的 每逢佳节 背思心 我是想每到春节期间 谁没有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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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相聚 相应相情 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最后 就把这个晚会的主题 就定在了 相聚 相应 相情 那么就是在这个晚会上 咱们这个几百个同胞 能欢聚在一起 相聚在一起 你像我们 看过海外的话 你身边的这个 同胞也罢 你身边的朋友也罢 都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在海外 其实并不孤独 真的不孤独 俗话讲什么 出门靠朋友 就是这道理 那么咱们在这个时候 这个晚上相聚在一起 咱们一起 来团这个年 就这样 来一起 共树相情 叫做是 富相激励 咱们振作精神 分发向上 所以这个主题就这样定下来 定在这个主题以后 咱们因为这个晚会 肯定要构思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方向 准备办一个什么样的晚会 到春节期间 各种各样的活动非常多 大家都知道 那个联合会 去餐 音乐会 舞蹈啊 合唱啊 综合文艺 等等等等 不是美举 但我们现在来 搞晚会 本身要搞得比较晚 问他会不会 在形式上 跟没有有雷同呢 所以我们也想找呢 就是说我们来怎么构思 构下去的晚会 这条晚会的话 主题相对相对相对 跟民族 跟传统 就挂得紧紧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来仔细考虑一下 想一想 多伦多这么多形式里面 我想 插了一样形式 插了什么形式啊 就是插一样 能够这个春节 这个中华民族 传统节日 能够结合起来 那个体现 这个春节的气氛 这就是怎么来 弘扬咱们的民族文化 弘扬发展 咱们的民族传统 所以呢 我们要举办的呢 这就是我们 这个晚会的突破口 我想 这就是我们要举办 这么一台 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 一个民族晚一晚会 以民族风险 民粹 民粹 来带入我这台晚会 所以我们要展现给观众的是什么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髓 是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 是我们在海外 大家复提复利 这样的精神 那我们就想通过这个 利用我们这个晚会组织的这种节目 希望呢 观众能能共同参与 加入我们的节目 融入我们的节目 跟随我们的节目 你可以慢慢地走向你 就是你可以跟随我们的节目 去走给你遥远的故乡 你可以看到青山丽水 蓝天白云 你可以看到你久违的亲人 跟着咱们的节目 你可以跟着咱们的节目 追寻你儿时的梦 所以这就是我要做这个晚会的这个 主体构架 就这样才晚会 那么我要见识给观众呢 就是我十三亿人的文化 就是我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体育 所以这样一套晚会 就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到时候我们这套晚会 开的时候 请今天在座的各位媒体的朋友 一定光临 我给大家全部留个票 好好欣赏这套晚会 跟我们批评指教 那么我们这些 国南的这些 从下会的一般人呢 用这个机会面多说一句 这个我们很愿意 为多伦多的华人社区 来进行义务 做成义工 也借这个机会呢 看望 今天到场的各位媒体的朋友 对湖南同乡会呢 多可以关照 多可以扶持 咱们毕竟是一个 比较年轻的社会 对湖南同乡会的活动 希望你们也是 能够支持 可以及时的报道 宣传 那么这样的促进 帮助我们湖南同乡会的成长 帮助我们的发展 我们都是 大家可能不了解了 很多人可能不认识我们 也不认识 可能对在座的 有的也不了解 其实我们都是 很典型的湖南人的信用 咱们都是带人 非常真诚 非常热情 喜欢是广交朋友 湖南人最喜欢交朋友 咱们也非常的信赖朋友 现在交了朋友 我就信你这个朋友 总是把朋友的每一个情感 每一个帮忙 每一个情境 正常在心里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 我们湖南同乡会的这些 女士们 这些朋友们 老乡们 能够各位美濟界的朋友 真正的成为朋友 也成为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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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持人 今天很高兴 跟大家在一起 今天是媒体朋友 给我们给出了面子 大家才跟婚姓讲 大家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走在一起 这个是第一 我们本性就是 湖南同乡会成员 也是明天会的那样 所以的话 支持湖南同乡会来 是在 不在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财富俱乐部来 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来 因为已经准备了几年的功夫 就是想 就是说 给大家见心面 支持这个文力晚会啊 就是第一 这个谭跟会长 这个是非常有经验的 这多大的几次 这个联合晚会 这是非常成功的 这个在 在国家的社群里面 就是他 中大 一直会继续 相应相成啊 去年啊 又多了很大的成功 所以我们同乡会 要把这个会 这个活动搞得更大呢 我想啊 这个 我们支持也是很关键的 什么关键呢 因为我们是搞 金融搞投资 金融企业家 我们是在 看好人的情况下 一个好的事情 一个好的事业 一个好的 这个有能力的人物 我们就要投资到这个上面去 这也就是不服辱社会 就这样能够把这个 把这个活动搞得更豐富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在华文社区知道 有很多很好的idea 有很多人才 但是呢 你就要把这个 好的主意 这个人才 变形这个一个活动 搞好 他要强大的精致 这个实力 要有人冒这个险 所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来冒这个险 要为大家 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当然了 我们这次呢 有双方面 就是我跟这个 这个 无奈文教会 跟我们财富之路过来 双方面呢 这个 竞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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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通过这个活动呢 把大家的财能 充分地调动 和发挥起来 给社会 跟华人社 这就是这个 华人 这个 能够 搞一个 丰富的晚会 更给人家 给人们 一些新的这个思想 观念和意识 就是说 让大家能够 从此 走向 不论你是就业 啊 创业啊 走向一个新的这个 所以我呢 就 先暂时就讲到这 就是能够 这个 一个新的这个开战 这个中国这次活动 给大家 这个 这个 拭目一旦 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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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sanding 边导 边导 这边导 这边导 就是大家 面上一个 网会的最新的情景 看看所有 今天的 别人 都介绍了 情况 来 那么我觉得好的一台 网会啊 有许多的因素 比如说有 那个 舞台效果呀 场地呀 还有演员素质等等 各方面 但是我认为最基本的 应该有三个方面 首先一个就是这台网会的创意 创意一定要新意,一定要特色文明 第二个就是要好的演员阵容 还有就是要好的剑 那么首先说我们基本机会这几个条件了 首先是我们本台网会的创意很好 刚才那堂哥会长已经讲了很多的 那么比如我们的这个 这个网会的名字就很亮 相聚相依相情 这里呢我就不重复太多 这个品牌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大家知道大年三十 它是全球华人的节日 我们说有很多难忘的日子 但每年的大年三十一定是我们大家非常难忘 还有很多快乐的日子 其实大年三十我们能够团聚在一起 共度这个节日 就已经非常快乐 那么我们就是海外游子 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到海外是移民也好 是学习也好 学习也好 那么这些海外游子 海外乔丰 这些移民朋友们 通过我们这个网会的这种品牌 能够相聚在多伦多 相聚在这个 同样一个大年三十这个环境下 用我们大家 彼此熟悉的相应 然后呢 共同抒发我们 彼此能够最能感受的 最能深切最非常的这种相情 所以相聚相应相情 这个主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 那么有了好的创业 还是不够的哈 就不需要好的演员 好的演员阵容 要有好的节目 那么我们怎么能实现这个好的节目和好演员阵容呢 当然我们这节目目前为止还是open的 还希望各位媒体朋友和社会各界 还来充足我们的这些 那个现在的这个 还是在广争节目阶段 但是呢 目前为止呢 我们就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呢 我们就是利用市场的精神 来获得好的演员 获得好的节目 比如说我们从12月初 就开了一个 征集节目热线 当然当然是一堂热线 今天为止呢 我们下一步又增加了两个 征集节目热线 我们想通过市场的这种方式 发动社区的每一个朋友 来限制限策 提供你的那个节目线索 推荐你好的电影语言 然后呢 我们在进度筛选 我们靠个市场机制 一定会把很好的节目 给大家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还采取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对 因为是大年算是演出啊 我们提倡我们的奉献精神 但是呢 我们绝对 我们要尊重每一个演员的劳动 尊重每一个参加 这个网绘的主要的工作 所以我们呢 对每一个选中的节目 我们都将会给你的报酬 那刚才唐县也说了哈 这个 这是表明我们对 对专业人员的努力 对市场的努力 这个 我们向社会承诺 我们所有的节目 都会给大家包手 大年三十我们都会给大家 动作包 我们也希望 通过这个媒体朋友哈 传达我们这一年 就是希望有更好的节目 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大家一起 传这个人 那第二个方面呢 一个是中国市场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就是那个 怎么说呢 叫求贤若可 去拜会各种演员人 那我们通过各种线索 然后一旦发现 有专业演员 我们就去 请他们出身 我们知道多门多 唐龙沃舞 在华人朋友中 有很多 非常有才艺的朋友 那么我们用各种方式 能够把他们 转出来 然后请他们来 参加我们的晚会 请各种 那个 方方面面的艺术家 末龙舞台 他们集团继 又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在中途节目的过程中 也确实 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朋友 使得我们这些 这个 这个 刺刀班子 使得我们这些 或者不担头上的朋友 都觉得我们必须要做好 那 这是我们通过这些手段 来使得 我们能够 形成 那个 好的演员 尽管我们这个 在 征集节目 和那个 群青演员的 还在 继续过程中 这个程序呢 还在继续过程中 我们到 那个 下个星期天 我们才能够 决定我们 真正的 这个 演员节目的内容 好 我们还希望 朋友呢 还 记得 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希望大家能带着 更好的节目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但是 虽然在 进行 但我也很 荣幸地告诉大家 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拥有了 一流的 演员 这种 这里头呢 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呢 在多伦多 华人市场 比较有 名气的 而且有 影响力的 这些演员 很多人 都已经给我们 这个 就是他们的节目 给我们 这个 就是他们的节目 比如说哈 就是华人手机 特地影响力的 专业演员 比如说 像那个 女高音的 船家 福建贤 他是新生 大街三十 已经定讨 的 实际团级的 大业 女高音的 三十 跟我们一起 来团级的 他会 前迷之品 国家的 一级演员 是 在背的 因为他在 胡志还 接着 还有 女高音的 产家 赵慧平 他呢 也是 原来 中江台的 活动 这次呢 为我们 产党会 准备了 新的 起步 因为他是属于 露面比较多的 伤劲率比较高的 不管是服装 还是准备新的 节目 歌曲节目 这样的 筛选 上都是新的 另外 比如像 高飞 高飞 他还比较喜欢 的 那个 项目演员 但我们这次 对他要求呢 就是说 你必须给我们 带来新的项目 就是 大型 环绘上 你必须带来 都非常好 非常配合 还有呢 像 胜利 经理 园 这是 一批 呃 本来 还在华人社系 是非常有影响的 对 同时呢 我们又 熟悉到 在目前在华人社上 他不是非常有名气 但是呢 实际上 他们从国内来嘛 是在国内上 在国内已经很有影响 并且 拖帝实力 啊 那个 演员 就是演出的 非常深厚的 这些 这些新人呢 我们想 那个 大年三十 给大家亮相 啊 小美 好吗 本来是呢 舞台人啊 对那个 舞台人吃饱饿的 就是啊 嗯 嗯 其实呢 就是 这一方面 就是演员整容 现在记得经常啊 当然演员 我们还在继续挑啊 那个 有更好的演员 还希望各位 从来都会见 同时在演出节目上呢 我相信哈 因为有了这些专业演员 所以我们一定会 能看给大家 一台非常精彩的 那个 文艺演出 这个文艺节目呢 我们 我们要建议 就是 呃 像刚才唐公主席 就想说的哈 我们的那个 固体构架方面啊 我们要监督 我们自己的 就别是一样的地方 比如我们这次 在那个 节目的整体构架上 我们就是 一个名列的民族风 我们所有的节目 都具有民族特色 比如说民族的格子 民族的舞蹈 民族的服装 民族的血气 还有呢 地方吸引民族气气 所以这个为了这个 保持我们的特色 实际上 我们忍痛哈 得让了很多 非常严重的节目 比如说 有个小提琴 非常好 钢琴 非常好 但是我们 为了保持民族特色呢 我们只好忍痛得让 还有的朋友就说 那个 是美声唱法 是没有看见 唱得真的非常好 我在这格舍的当中 我自己也觉得 特别那个哈 但是你总是要保持 你自己往会的特色 我们要那个 怎么说呢 你总的有特色 跟语终不同 才能够 但是我们所选的那些歌曲 比如说我们都是怀旧的 大家非常熟悉的 那些年歌 歌颂我们家乡的山山水水 歌颂我们亲人的点点基地 就是非常地有民族的 思乡的 谢谢你 所以我想到时候奉献给大家 一些非常不错的节目 来相信你 那么比如说 除此之外哈 我们的节目里还有 还有一些节目呢 是反映我们移民生活的 那比如说 我们希望大家在这里 在移民的过程中 能够快乐起来 所以很多节目 就是比较荒快的 反映我们现在 反映我们现在 尤其是 已经在这儿 安居乐业的这一年 等于看出 比如说像我们的 衣装表演也很有特点 我们这次的衣装 起来都是非常亮丽的 小伙子 还有女士 比如说像我们的海滨 她是五位小姐 像我们的陶晶 是美颜小姐 她们本身都是服服服装的 就是大家上诞吃的 那么她给肯定的 这个身着 各种小伙子的服装的 这些时装 这个小姑娘们 一定给大家 大家每个享受 还有我们儿童 这块也是 我们有一些儿童节目 儿童节目呢 以往的 这个在舞台上 儿童表演的 基本上是 合唱 舞蹈 就是基本上是 这种舞蹈 也不是舞蹈 就是说基本上是 这种模式 这次呢 我们就稍有创意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移民朋友来吧 一个是我们自己 要尋找一段新的天地 开造我们自己的事业 另外一方面呢 很多朋友来 还真是为了孩子 就至少我们的冬季之一哈 照别我们那个 已经生活那么多年的家乡 然后呢 放弃我们宇宙的事业 到这儿来很大部分 朋友是为了孩子 那么来了以后 我们就发现 不能让我们的孩子 成为黄香蕉 都介绍其他文化 要继承我们的才能文化 那么学语言 然后学习中国的表演意图 就成为我们很多家长 培养孩子的一个目标第一 所以这次呢 我们小孩也是这样 我们儿童节目呢 可能除了差不多 而差不多 我们还选择的一方面 就是学习中国的这些文化的东西 比如说学的汉语 所以我觉得小孩儿童节目 都是提示 大家来这个 有个财力大部分 比如说小孩都太好 小孩学说相的 小孩学说照 其实这些都很有特点 也不反映我们已经聚合 所以我相信 但节目是方方面面 但我们希望 我们那个 中国呢 尽我们的权利 把这台节目做好 当然了 刚才我说 我们这节目 正在这么一段 不仅仅节目和演员在中间 实际上我们这些 就是编导人员也是在中间 如果有好的 有经验的 做过导演的 做过编导的 做过策划的 做过策划的 我们会细心的想 您请教 也希望 希望你们 对我们的演出 能够直到 给我们提到好的建议 或者是非常好 我们就可以请你们 过来 跟我们当导演 帮助我们把这台节目做好 我们会很细心的想 谢谢 OK 我大概说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 这次 这次活动的编导之一 今天是新闻发布会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这么多的媒体朋友 在这里 非常宝贵的机会 我要在这里 特别给大家说进去 中国有句古话 为主有才 于师为胜 说的就是我们湖南人 我们湖南人 聪明 胆大 历来做事 敢做敢为 敢为天下先 这是我们同乡会 和韩伟正财富俱乐部 合办 表达我们 对各位媒体朋友 在这个宝贵的休息时间 从后来到这里 表示一个衷心的感谢 感谢 还有 OK 我这次广告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